全红蝉最近正跟随跳水队备战全国跳水锦标赛季奥运会选拔赛 不过他在这几天两次上热搜 其一是追星黄子涛为黄子涛演唱会送花篮 另一次是中国跳水队拍摄的服装广告 他们穿的服饰被吐槽难看 黄子涛近期在举办巡回演唱会 而全红蝉是黄子涛的粉丝 全红蝉关注了黄子涛和黄子涛工作室的社交媒体 去年黄子涛生日 全红蝉点赞了关于黄子涛工作室庆生的相关动态 如今全红蝉给黄子涛送花篮 实锤了全红蝉是黄子涛的粉丝 运动员追星无可厚非 毕竟全红蝉是16岁的小姑娘 谁没有喜欢明星的时候 全红蝉送的花篮有一张卡片上面写道 祝黄子涛 涛歌演唱会顺利 身体健康 事业蒸蒸日上 不过 全红蝉显然没机会去黄子涛的演唱会现场了 中国跳水队训练安排很紧 全红蝉前段时间为了拍摄跳水队的广告去了广东 都没有顺道回湛江麦河村老家看望家人 他和陈奕文 王宗元参加完跳水队安排的活动之后 就飞回到北京 然后出现了陈若霖教练骑电动车接全红蝉的一幕 全红蝉另外一个热搜就是中国跳水队接了某服装品牌的代言 不过 这家服装品牌发布的服饰遭到了广泛吐槽 很多人评论太丑 值得一提的是 这家服饰公司竟然并没有什么名气 而且是2022年刚注册的服装公司注册资本200万 也就是说 这家服装公司并不是大品牌 那么 中国跳水队为什么会成为这家服装公司的代言 要知道 中国跳水队是中国体育的一张名片 是体育梦之队 全红蝉 陈玉希 陈一文等人都是世界冠军 全红蝉和陈玉希还是奥运冠军 他们接这样的广告似乎有点掉价 全红蝉人气这么高 他没有接个人广告 现在所有的广告都是中国跳水队的 结果中国跳水队竟然以他为主角 接这种不够高端的广告 说起来会影响中国跳水队以及全红蝉个人的品牌价值 中国跳水队负责广告运营的部门也该反思了 绝对不能什么广告都接